你們好,我是Uncle Ray 今天和大家見面 希望你會喜歡這個頻道 如果可以的話,給點支持我 請訂閱、讚好或分享給朋友 還有,不要忘記按鈴鐺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可以留言給我 這次和大家示範的是向煎牛胸腺 究竟什麼是牛胸腺? 牛胸腺其實是牛的淋巴系統 但它只存在小牛 過了六個月後,這些淋巴腺就會慢慢收縮 所以也不容易買到 牛胸腺是法國和意大利的名菜 不是每家餐廳都能吃到 可能是要去高級的餐廳才能找到它 我在多人多的車廂市場 已經看到有牛胸腺買 價錢又不貴,所以買來試試吧 我們一起來看看材料有什麼 60年代的法國名廚Judia Chow 曾經教過怎樣做牛胸腺 我一直都很好奇究竟是什麼味道 幸好在多倫多一間超級市場裏 我發現有牛胸腺買 那我就馬上買來試試吧 價錢也不太貴 大約五六元加幣就有一磅了 其實我自己也是第一次做牛胸腺 在書上有說用牛奶浸牛胸腺 牛胸腺的雜質便可以隨著牛奶浸出來 要將內臟血液浸出來 有另一個方法 就是用醋和鹽水 醋方面一般都是用白酒醋 又或者壽司醋 我自己喜歡用這兩個醋的原因 就是它的酸味不會太濃 會影響肉質 通常浸完醋鹽水之後 我們會將油胸腺拿出來 然後啤水 啤水一般都是用清水 又或者是清水加鹽 但我會放雜菜下去 希望牛胸腺有多一點的味道 而我這次的做法 就用最簡單的做法 就是香煎 所以要預備牛油、蒜頭和香草 不要這樣 處理內臟 不是你想像中那麼麻煩 很多廚師都建議用牛奶浸內臟 因為牛奶是非常吸味的 很容易把內臟的髒東西都吸出來 另一個方法 就是用鹽冰水加醋 通常我會加5%的鹽 在水中 即是1L的水 我大概加50克的鹽 我家裡只有粗鹽 所以我要用熱水溶一下 才可以等到水中 因為我是用冷水浸的 粗鹽是不會溶在冷水中的 另外我之前買了百里香 百里香在加拿大買 不是很貴的 兩個多元錢有一大袋 看見不要浪費 所以我就拿一堆放在水中 浸一浸 如果你家裡沒有白酒醋 可以用壽司醋 這兩種醋的酸度 都不是太高 壽司醋有一點甜味 而白酒醋 你會吃到一些酒的味道 我看到雪櫃還有檸檬 我把檸檬皮放進去 希望可以增加到香味 另外檸檬皮 白色的部分 一般會有稠味 你不喜歡的話 可以批上白色的狼狗 如果你偷懶的話 不批也可以 一般的做法 就是浸兩個小時至三小時 就換一次水 但是我是晚上做的 所以我放進去 就上了床睡覺 也沒有換過水 其實冷一點也可以 還有一件事 忘記說的 就是在入雪櫃前 我會放一張紙巾在表面 我就可以確保 整個牛胸線都會浸成鹽水 八小時後 你看到水變成紅色 其實我不是浸在紅酒裡 其實就是鹽醋冰水 將內臟的血和髒東西 全部逼出來 其實為何兩、三個小時 就換水一次 其實就是不希望血水 會滲到內臟裡 拿出來之後 我會看看它浸成怎樣 如果有些很髒的地方 我會直接切掉它 修整好之後 我們可以飛一飛水 曾經有廚師跟我說過 如果你要飛水的話 不要只用水去做 可以加些蔬菜 給它一點味道 這樣出來的效果會比較好 我看到冰箱還有些菜頭菜尾 就用它了 如果你之前選擇了用牛奶浸 你飛水的過程 只可以加鹽和檸檬汁就可以了 將些菜頭菜尾 放進水裡 慢慢滾起就可以了 滾起的時候 你喜歡的話 可以擠些檸檬汁 吃下去會比較香 其實我們穿燙牛胸線 其實不是煮熟的 我可以大約浸它兩、三分鐘 只可以拿起它 放進冰水裡 穿燙除了把腥味拿走外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牛胸線是被薄膜包著的 當你穿燙過又放進冰水的話 你比較容易把薄膜拿出來 另外,當牛胸線 蓋好水之後 馬上放進冰水裡 它就不會將余溫 繼續煮牛胸線 然後我們就要把牛胸線的薄膜 全部撕出來 薄膜和根 吃的時候會影響到口感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把它撕掉 當薄膜撕掉之後 我就會用廚房紙 把牛胸線印乾 另外有些廚師 就會用乾布包著牛胸線 然後用很重的東西 壓住在牛胸線上 把水分全部擠出來 壓的過程 它們會放在冰箱裡 有時候會冷一晚 這樣做法 牛胸線看起來會平一點 比較好 煎之前也可以加點胡椒粉 還有用麵粉拍一下 這樣煎的時候 更容易煎一點 還有吃下去會脆口一點 加些腩油 用中高火燒熱一隻鍋之後 覺得熱的時候 就可以放一塊牛胸線去煎 煎的過程 來來去去都是差不多 放在鍋上 千萬會動它 讓它慢慢煎一會 煎一分多鐘之後 你可以看看牛胸線 看看它煎得夠不夠黃 煎好一邊之後 就反轉它 如果你覺得太大火 可以調小一點 慢火繼續煎一煎 另外跟大家說一個技巧 就是淋油 其實為甚麼是淋油呢 淋油除了看起來 被人覺得酷一點之外 它可以把熱油 放在受熱的地方 令顏色和溫度會平均一點 出來的效果 除了表面會脆一點之外 還可以感覺上沒有那麼乾 當然淋油這個步驟 可能會有一點危險 所以如果伸手的話 做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而且溫度不能太高 兩邊都煎好了 我就會拿起它 放在廚房紙上 也是先吸油 然後我會用廚房紙 把它抹走所有油 另一邊我會用鋼針 插進牛胸線上 然後放在唇邊上 檢查它的熱度夠不夠 最後在鍋裡 我會加牛油、蒜頭和百里香 等牛油和香草混合之後 我就會把牛胸線放進去 這個做法就是希望牛胸線 可以沾染到香料和牛油的香味 吃下去的時候 口感和味覺都會豐富一點 因為這是練習的做法 所以沒有特別擺盤 吃的時候 你喜歡的話 可以加檸檬汁 吃下去會比較香 我也是第一次吃牛胸線 吃下去的口感比較特別 其實肉質是非常嫩 吃下去還有點奶油的感覺 你問我吃下去的味道是甚麼 我覺得有點像煎好的豬肺 所以感覺也挺好吃 不錯的 大家聽到我嗚的聲音 真的代表不錯 其實內臟有豐富的維他命 來不來吃一兩塊都很好吃 希望你們喜歡這次我做的牛胸線 我是Uncle Ray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食譜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訂閱、讚、讚、分享給朋友 如果你按鈴鐺 你就會收到我最新的影片 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頻道 也可以看影片 有些小鈴鐺 他拍攝 做好 然後 那把 老頭 你會讓他